荒野求生全新一季开播 牛人妹子搭建出史上最温馨的庇护所 庇护所里挂满了鱼肉 在北极圈荒野求生 还抓到了大鱼 这条鱼价值100万美金 本期挑战地点在北极圈以北的阿尔特瓦湖上 这个地区一年200多天是下雨的 秋天气温最低到达零下22度 开局第一天 八位求生大佬被送到不同地点 他们在这里生存了越久 对节目效果就越好 下船后他们就开始正式挑战 谁也不知道下一次见到节目组的人是什么时候 第一位选手是吉奥 来到这么寒冷的地区 开局就如同冬天一样 吉奥报名挑战 主要是想测试自己的极限在哪里 实际上就是想看看奖金在哪里 刚下船时还是挺兴奋的 对他来说就是一种解脱 可以在这里享受世界末日的独处感觉 最重要的是可以不用每天对着家里的母老虎 34岁的吉奥 经营着一家户外运动俱乐部 平时有空他就会去到家乡待着 钓鱼什么的都非常拿手 别看着他年纪这么小 长得还挺老的 报名参赛还是为了躲避老婆每天索取无度 刚好有时间可以修养身体 吉奥在这里找到了淡水 第一任务还是要寻找到搭建庇护所的位置 第二位选手埃迪 在这种天气中挑战荒野求生 他觉得难度刚刚适合自己 埃迪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好的表现 下地后看着眼前的海浪 他不敢相信这是一片湖 骚气比海还要大 要不然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浪 很明显第一天开局是比较苦难的 他的第一任务是找个位置搭建帐篷 还要生一堆火来取暖 先将就过完第一天再说 第三位选手杰特 54岁的阿婆也是有梦想的 他要赚钱给27岁的男朋友买套房 杰特这个位置还算不算 风浪非常小 应该是一个小湖湾 撒网抓鱼应该非常方便 来到这里之后 他还是感觉挺兴奋的 刚来到这里他就开始到处瞎逛 我完全不知道他想要做什么 第四位选手阿斯利 28岁的小少妇 长得像个阿婆斯德 他找了一个位置 就开始搭建帐篷 虽然很快就把帐篷搭建好了 但也成功把手弄伤 是被巨子弄伤的一个小口 在野外弄伤最好处理伤口的方式 就是用嘴吸或者用尿丝 刚开局用尿丝还不习惯 只能用嘴吸简单处理一下 第五位选手拉斯木 全场最年轻的就是他 24岁长得这么着急 开传的大爷表示 就拉斯木这年龄这长相 放在我们村里找老婆都费劲 拉斯木只好尴尬地笑了笑 做人要懂得变通 他知道只要自己一直没去找老婆 就不会有人嫌弃他的长相了 来到这里后 他的第一感觉就是自己胜算不大 就当来这里体验一下吧 拉斯木找到了一个位置 这里比较高距离水源也很近 下一秒直接摔了一跤 他砍伐了一根木头 决定在这里搭建一个临时庇护所 在家的时候 睡觉前都会喝很多水 但是在这里他还没有生火 冷水他又不喝 所以他现在必须要先把火升起来 这里到处都是潮湿的 就住着也不会舒服 吉奥这边已经弄好了临时庇护所 趁着还有时间 他打算在这里找到东西吃 目前他只想到石抓鱼 这片湖湾非常适合抓鱼 来之前他就非常担心没法找到食物 他决定在这里撒网抓鱼 只有把网早点放下水 才会更早地获得食物 他先把鱼网拉到对面去 但是绳子不够长 狠人从来不抱怨环境 他决定脱掉衣服游过去 第六位选手伯克登场 51岁的他是一位退休警官 当了20年兵终于退役了 来到这里后他首选就是要找位置搭建庇护所 这里到处都是潮湿的 树木资源也不算多 他必须要尽快搭建好庇护所 要不然东西都被淋湿了 这个位置本来非常好 但地上有一块大石头 伯克搬不动 所以他决定换一个位置搭建庇护所 他在附近继续探索 很快又找到了一个平地 直接开始搭建庇护所 第七位选手桑尼 又是一位51岁的高龄大神 来到这里后他非常兴奋 但并不知道在这里能活多久 第七位选手拉尔斯 他所处的位置是一个小坡 眼前的风景非常开阔 不出意外的话 这里每天晚上都会被灌入成敦的西北风 只要能夺灌 每天喝西北风根本不是问题 杰特这边他找到了一个位置 打算在这里搭建庇护所 随手扯下一根小树枝 难道他想要用这根树枝支撑起帐篷吗 这里的风非常大 搭建的庇护所也是非常随意 刚好能躺下一个人 伯克这边 他已经搭建好了庇护所 在附近到处探索 这里的风很大 他有点担心夜晚庇护所会被风吹倒 有这么多时间不去完善庇护所 或者生火钓鱼 在这里浪费时间干嘛 艾迪这边已经开始尝试生火了 这里的环境非常潮湿 要想成功打火非常困难 几个小时后终于被他点燃了树叶 成功把火生了起来 他躺在庇护所里 也感觉到了热量 看着一堆火都会觉得暖和许多 杰特这边 他现在感觉到非常冷 外面的风吹得非常大 他搭建的庇护所 连出路都困难 杰特现在和他的男朋友住在岛上 他是家里的大女儿 父亲将他当做儿子一样养 平时带他去狩猎和钓鱼 从小杰特就非常喜欢野外生活 来这里挑战他希望能进入前三名 他觉得自己肯定不是第一位先退出的选手 杰特在庇护所附近挖了个坑 准备在这里生火取暖 但这里刚下过雨 附近都是潮湿的 他发现根本生不了火 吉奥这边 他脱光衣服在水里放网 这么冷的天气也是够拼了 他把鱼网拉到对岸 这样虽然能提高抓鱼的成功率 但难道每次都要下水收网吗 现在他管不了这么多 前几天是适应期 能抓鱼填饱肚子不用这么难受 吉奥的进度是最快的 他没有浪费一点时间 第一个放网的人 肯定会是第一个吃鱼的人 现在风浪非常大 要想抓到鱼是比较难的 但风浪越大鱼越贵 如果他能走到最后 或许这些鱼就价值上百万 他此时非常期待能吃上鱼肉大餐 来到西边直接喝了一杯生水 这里附近的水源应该比较干净 希望不会因为一杯水 而导致退赛吧 伯克这边 他躲在庇护所里 任命自己为挪威最潮湿的男人 收集的树枝也全部湿透 他感觉到身体已经全部湿透 包括内裤也像水洗一样 嗨老 你要是拉尿了就直说 他看着眼前的小炉子 原本想生火取暖 但并没有什么作用 这里到处都是潮湿的 他吐槽着这里的每个月角落 此时他只想节目组 直接给他一百万奖金退赛回家 然而阿斯利这边就比较好 他在庇护所里 成功升起了一堆火 这个庇护所搭建的非常大 在庇护所内烧火也不怕被烧着 还收集到了不少干柴 开局最顺利的应该就是阿斯利了 晚上的时候 每一位选手都表现得非常不习惯 而且这里的环境还很湿 又怎么能睡得好呢 博客感觉到非常冷 说话都颤抖了 拉斯木开始想妈妈了 才第一天而已 心理承受能力这么低吗 时间来到第二天 今天的天气还不错 雨梅下了风也停了 今天他计划要生火烧水 然后就放网抓鱼 这个计划是挺好的 但在生活的时候并不顺利 他后悔没有在睡袋里多放点东西了 既然火没有升到 就先撒网抓鱼吧 他把一捆线扔到对岸 打算在这里抓鱼 拉斯木砍伐了一根木头 把它插在岸边 用绳子绑定在上面 在还没抓到鱼之前 可以肯手指解血缠 拉斯这边 已经开始搭建永久庇护所了 他要搭建一个锥形庇护所 但看着也太高了吧 搭建一个三脚架 把防水布一盖就做成了 这速度也是够快的 博客这边 一早醒来发现庇护所里都有雨水 睡袋表面也是湿的 把一个庇护所搭建的如此失败 个人感觉荒野求生和他八字不合 他来到外面开始探索 这里有一条小溪 他想在附近拉屎 但这些树叶太小了 要摘多少树叶才够呀 在地上挖了一个坑 直接就开始了 这里他还发现许多苔藓 树叶不够苔藓来凑 即使不舒服也要用 干不干净又是另一回事 其实他可以用手擦的 然后再洗干净手就行 眼前的一条小溪风景非常漂亮 每天在这里拉屎也是一种享受 拉姆斯这边在位捕鱼而努力 他收集了许多木头 在这里搭建一个抓鱼架子 年纪轻轻动手能力还挺好的 急要来到岸边检查渔网 他在这里放置了鱼网 希望今天能有好的收获 他捡到了一条竹子 可以用来配合他收网 他就是这样在寒风中 站在水里收网 随着鱼网一点点被拉上来 终于看到了里面的鱼 这一次他收获了四条鱼 这么大一片地方只有四条鱼 而且个头都不大 这究竟是天气冷的原因 还是这里的鱼真的很少呢 拉尔斯开始生活烤鱼 今天的天气已经算好了 生活比抓鱼更难 他不断地寻找生活材料 鱼抓到了 火一直没法生起来 这就郁闷了 伯克这边 他也开始搭建永久庇护所了 把三脚架搭建起来 然后盖上防水布 这庇护所看起来很难 其实一点都不简单 总比直接睡在地上好一些 现在伯克的庇护所环境 得到了巨大的改善 不愁住了 他要考虑开始抓鱼 昨天一晚没有睡好 今天感觉到有点头疼 这里的风也很大 小光头被风吹太多也难受 急要这边没法生火 抓到的鱼不能浪费 就直接生吃了 本来可以好好享受烤鱼的 但现在只能生吃了 吃剩余容易导致肚子不舒服 急要如果因为身体原因退赛的话 那就太可惜了 总的来说还是好的 因为他在第二天就吃到了鱼肉 接下来选手们还会遇到那些惊喜呢 期待下一集视频的更新吧 荒野秋生究竟有多难 连续五天没有吃东西 饿到他对着鱼网就不停啃 刚抓到鱼的选手 由于太过兴奋 跑回去的时候重重摔在地上 最后导致身体骨折了 时间来到第三天 场上还剩下八位选手 艾迪一早醒来出现炸裂性头疼 可能是昨晚把头垫得太高的原因 加上晚上拥有非常多的文字 他用围巾盖住头睡觉 这里的地凹凸不平 睡着是非常难受 起床后拿出一包粉末 放入水里泡茶喝 至于是什么东西我也不太清楚 阿斯利这边 他一早就来到岸边检查鱼网 他非常期待能抓到鱼吃 从来没钓过鱼的他 此时此刻已经对鱼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还没看到鱼 他就已经兴奋得不得了 他慢慢地拉起鱼网 看到里面抓到了一条鱼 第一条鱼给了他非常大的信心 很快又抓到了第二条鱼 鱼网里的鱼一条条地被他拉上岸 这确实够幸运的 伯克这边 一早醒来就在附近瞎逛 他在的等待雨停 这样就能尽快去把鱼网放出去 这也就意味着 只要鱼一直没停 他就没法抓鱼 我怀疑他脑子里面没有脑子 宁愿在附近逛浪费时间 也不愿意去抓鱼吃 看着眼前的溪流非常急 在不断设想自己 如果站在石头上会不会被滑倒 伯克是一名退休警长 他有30年守水堂的经验 也执行过几次任务 理论上对野外生存知识比较丰富 生存能力应该不差 但他开局在这里的表现 我并没有看出他有多大能耐 一直在这浪费时间 埃迪已经开始钓鱼了 他非常希望能钓到鱼来做早餐 如果钓到大鱼就吃 钓到小鱼就用来做诱饵 他拉回鱼线 发现并没有钓到鱼 没有鱼吃那只能喝水了 他在地上发现不少浆果 埃迪摘了一些浆果来填肚子 在他摘浆果时 发现地上有一坨熊的粪便 这距离他的庇护所非常近 一旦被熊攻击的话 那么埃迪肯定只有死路一条 这里除了有熊之外 还有不少鹿出现 很可惜他们并没有带弓箭来狩猎 阿斯利这边 他在整理鱼网 今天虽然抓到了几条鱼 但鱼网也出现了大洞 如果不把洞口修复好 那么下次抓鱼就更难了 阿斯利花了两个小时 修补了四个洞口 虽然他不赶时间 但修补鱼网对他来说 是一份很无聊的工作 还好今天有鱼吃 干多点活也不怕 桑尼这边 他今天收网并没有抓到鱼 一时间他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他计划改造一下鱼网 用一些泡沫绑定在鱼网上 使得他始终在水上飘起来 这样或许能帮他提高抓鱼几率 他把鱼网再次拿到岸边 看看这一次能否抓到鱼 就在放网的时候 把鱼网随便一扔 他还责怪风浪太大导致 加上天气冷的原因 他直接发起了脾气 杰特这边 他起床后再次尝试生活 但并有成功 生活把这个阿婆搞崩溃了 而吉奥同样没法生活 昨天抓到的鱼只能生吃 就是味道吃得有点恶心 但为了生存下去 吃一条鱼像吃屎一样难受 拉斯木这边同样在收网 一条鱼在鱼网里挣扎 这条鱼就是他今天的午餐 直接烤熟就吃了 味道虽然不怎样 但是总比吉奥吃生鱼好 吃完鱼之后 一下子就感觉很无聊了 这些嗨老 真的不能被他们吃饱 没吃饱前好好的 吃饱后就开始胡思乱想 阿斯利终于把鱼网修不好 接下来就是胖仁今天抓到的鱼做晚餐 现在他应该是过得最舒服的 伯克来到岸边削木棍 他在制作一条钓鱼竿 用刀子打磨得非常精致 主打就是一个浪费时间 时间来到晚上 拉斯木感觉今天非常无聊 每一位选手似乎都表现得很不习惯 时间来到第四天 伯克一早醒来感觉非常饿 已经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 今天的鱼一直在下个不停 伯克认为雨天对他非常不利 但他也顾不了这么多了 直接把鱼网放下水 如果是昨天放网的话 今天可能都能吃到鱼了 桑尼这边 他昨天没有把鱼网放下水 因为这里的风浪太大了 但要在这里生存下去 就必须要学会抓鱼 他打算制作一艘法子 这样就能把鱼网放到深水区 制作法子是一个大工程 才刚开始做他就哭了 想哭回家哭去 这里是猛男牛妹节目 若基就回去躲在被窝里 桑尼在家里经常玩皮法艇 对于做法子他比较有经验 只是工程有点大而已 但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他竟然做了一个迷你版的法子 我真想一拖鞋扔过去 画个圈圈诅咒你拿不到冠军 他拿着法子来到岸边开始放网 期待你抓不到鱼 伯克这边的鱼网几个小时还没放好 他被一条溪流阻挡了去路 水流太急他害怕 嗨老 下次出去别说自己是退休警长了 真是丢脸丢到外婆家了 好在他最后去到了对岸 他拉动绳子 把鱼网横放在水域中 这样能抓到鱼的概率应该很大 刚放好网就坐在这里想哭了 可能感觉自己做这一切非常不容易 他觉得自己克服了很大困难 才把鱼网放好 荒野独居最大的失败就是 选手随意退赛没有惩罚 如果是随意退赛的选手 罚十万美金 估计这些动不动就哭的选手 随时都会被罚破产 他在家开始想念家人 一般想念家人的选手都不会待太久 期待他再早点退出回家吧 杰特这边前三天都在生活 很可惜一直没有成功 他今天想要放网抓鱼 看着眼前的两捆线 他又拿出手套来对照 发现这些绳子能穿过手套上的圆洞 这个发现对他来说是重大发现 赶紧去申请诺贝尔发现奖吧 他把这个铁拳剪下来 然后做出一些奇怪的动作 绳子经过这个圈拉动得更加方便 方丈渔网都这么磨叽 有时间不去抓鱼在这里浪费 他拿着绳子来到岸边 把绳子从水中央拉过 就做这么一小段路 他就觉得心跳加速 年纪大了体力跟不上 拉斯木这边 他今天再继续搭建一个码头 想通过这个架子把渔网放出去 他在庇护锁里整理绳索 说起了他当初当童子军的经历 也没听明白他想表达什么意思 做事慢吞吞的 我看着就着急 阿婆杰特终于开始放网了 这对他来说是非常有成就的 回去一定要男朋友知道他有多棒 杰特非常期待能抓到一些鱼吃 如果这样都抓不到鱼 那估计没法在这里带下去了 桑尼这边 他用绳圈着小筏子溜了几个小时 最后证明他是成功的 赶紧放网吧 一天时间又被你浪费掉了 他又圈着筏子来这里溜 大姐你这是抓鱼还是遛狗呢 拿着玩具在这里丢来丢去 幼稚程度堪比我村里的大傻子 完了一天 他总结说自己做的法子起不来作用 都被你溜了一天 你想要他发挥什么作用呢 时间来到第五天 艾迪做了一个法子 他把法子扔下水 然后用棍子把它推出去 想通过这样的方法 把鱼网带到深水区 但这样的方法放网 不就是取决于自己的木棍长度吗 其实并没有多大的作用 或许他们根本就不会制造法子 伯克一早来检查鱼网 他吃了两天的浆果 今天打算想要吃鱼 走近的时候 发现水里有一条鱼 拉起鱼网后 发现里面有不少鱼 但貌似鱼网被卡底了 他回去找东西处理 一不小心直接摔倒 鱼还没吃呢 就摔得起步来了 听着他猪叫一样的痛苦声 节目组飞速往他这里赶来 伯克就站在这里 他的肋骨已经发生变形 很明显就是骨折了 今天才刚抓到鱼 他就要选择退出了 来这里饿了五天 最后还摔骨折 这样的退赛虽然没有什么好说的 但真的是倒霉 伯克强忍着泪水 但退赛已经成为了定局 这次求生经历 应该成为他一生难忘的经历 我也万万没想到 他是以这样的方式退赛的 现在场上还剩下七位选手 埃迪这边还没有把鱼网放好 他看着自己做的法子 根本起不到作用 没想到他们的第一关放网都这么困难 桑尼收起昨天放的网 但同样没有抓到鱼 可能是非常饿了 他幻想着鱼网里有很多鱼 他正在用嘴不停地吃着鱼 接下来选手们还会遇到那些惊喜呢 期待下一集视频的更新吧 他在野外捡到了一小块棉花 这是一块神奇的火龙 他只需轻轻一咔嚓 整个庇护所就开始冒出大量的浓烟 一瞬间就成了一个烟雾弹 这还老被熏成狗真的笑死我了 时间来到第五天 吉奥这边 他一早就开始收网了 今天又抓到了不少鱼 连续几天没有见过太阳 今天终于看到了 看到阳光心情都好了不少 吉奥开始整理鱼网 今天抓到了不少鱼 只要吃得越多干货就越有劲 这一次他终于生活成功 他把鱼直接放在铁锅上间 吃饱了就开始搭建庇护所 艾迪这边 他并没有抓到鱼 打算踩蘑菇室 关了一圈也找到 只能坐在岸边发呆 突然看都一头鹿出现 但没有带弓箭 根本没法狩猎 不是鹿肉吃不起 只是蘑菇更有性价比 阿斯利这边 他今天计划开始搭建永久庇护所 这里其实树木资源并不多 都是一些长不大的小树 要想搭建一些木屋庇护所 真的比较难 他只能在原有的基础上 搭建一个木头框架 他来到岸边找木头 之前在打水的时候 发现岸边有很多废弃的木板 他收集这些木板 回去完善庇护所 但这木板看着更像一艘法子 上天给他一次抓鱼的机会 他能把这个机会当梯子 这妹子绝对不是一般人 庇护所太高 他就爬上树整理 就这么几下功夫 他就搭建出了一个又高的庇护所 艾迪这边根本无心采蘑菇 他一直想着鱼网的事情 这个海湾非常浅 他没法把鱼网放到深水区 其实这并不是什么难事 只不过他想的太简单了而已 只想站着轻松就收获一堆鱼 最后他也顾不了这么多了 直接把鱼网扔进水里 抓不抓鱼听天由命吧 杰特这边 他现在每天靠施将果为生 今天他终于要开始收网了 希望能抓到一些鱼吃 他来到那边把鱼网拉起来 一条鱼在网中挣扎 鱼网逐渐被拉起 抓到的鱼也越来越多 可以说布置鱼网最漂亮的就是他了 一下子抓到了十条鱼 足够他吃两天了 第一次捕鱼成功让他信心大增 今天注定是吃撑的一天 拉斯木这边 他捡了许多废弃板子回来 上面还有许多钉子 这堆东西在普通人眼里就是垃圾 但在求生者眼里却是快饱 拉斯木要拿这些东西完善庇护所 他打算将这些搬砖做一张椅子 就这么随便改造一下 一张荒野长椅就做成了 他把椅子放在庇护所里做 拉斯木注意到远处的山顶出现两条冰河 这也就意味着山顶开始下雪了 而且雪量比之前多了很多 天气下降比他预想的还要快 赶紧满散好庇护所 要不然冬天会被冷死 杰特这边已经把鱼肉煮熟 饿了这么久终于能吃上一口鱼肉了 有食物吃的感觉真的非常好 一顿饭他就吃掉了七条鱼 剩下三条吃不下了 但他要留着今晚做宵夜 嘴里不停吃着鱼 并且期待明天还能抓到更多的鱼 时间来到第六天 阿斯利这边 他一早就来到岸边收集木板了 把能用的木头都搬回庇护所 这总比砍伐一根木头要方便 但这来回走几十趟 这样的工作量也是非常大的 干活对他来说是一种恶趣 反正为的不是我 阿斯利将收集来的木头 添加在庇护所的框架上 这样使得庇护所更加牢固 杰特这边一早也开始搭建庇护所了 他收集了不少木头 但工作进度非常慢 干活半小时休息半小时 他把庇护所搭建在一颗木头上 这样晚上怎么睡觉呢 选手们纷纷开始了大家庇护所 只有晚上睡得舒服 他们才能更好地生存下去 但搭建的庇护所都差不多 并没有我期待的木屋庇护所 吉奥这边给庇护所搭建了一扇门 难道他就想靠这个小帐篷过冬吗 艾迪这边在庇护所里 收集了许多木柴 床虽然不怎样 但是庇护所内的空间还是挺大的 还在庇护所里搭建了一个石头壁楼 庇护所屋顶留了一个智慧的天窗 不仅采光性好 陆玉兴也是非常好的 杰特的庇护所又拆掉了 他打算重新搭建一个庇护所 就这几条小木棍 能承受得起重量吗 还不如直接搭建一个梯形庇护所呢 杰特站在这里想了很久 决定要休息一下 就看着选手的状态 我就知道是来凑数的 拉斯木这边的庇护所像一个狗窝 他要去检查渔网有没有鱼 只有抓到鱼才有力气干活 他在这里搭建了一个捕鱼平台 但放得太靠近岸边了 这一次他只抓到了一条鱼 这条鱼也根本不够踏实 他站在岸边不知所措 吃完这条鱼 顶多几个小时就会饿了 反正他现在就非常焦虑 其实没有什么好焦虑的 把鱼网放出去就能抓到鱼了 艾迪也来到岸边检查鱼网 来这里一个星期了也没抓到鱼 他的鱼网放一半留一半 这样应该是想保留一点实力 而且也放得非常靠岸边 好在鱼网里抓到另一条小鱼 看来这些鱼也是保留了实力 只来了一条送死的 这也足够让艾迪开心了 拉斯木这边 他拿着一杯水在这里百思不得其解 鱼网高高挂在水面上 为什么就是抓不到鱼呢 没有抓到鱼他就只能吃浆果 他在幻想着 如果能用玉米来打窝 肯定能抓到很多鱼吃 我看你也别乱想了 有玉米打窝 还不如直接煎玉米饼吃呢 拉尔斯这边 他来到岸边探索 这就是他要寻找的食物 可以煮茶喝 每次吃鱼的时候 拉尔斯都喜欢摘这种野菜炖汤喝 荤素搭配更有营养 他非常注意食用膳食纤维 这又这样吃身体才会更加健康 艾迪这边在烤鱼吃 烤鱼吃着虽然很香 但是吃多了会拉不出食 对于饿了几天的艾迪来说 拉不出食顶多会撑死 但不吃烤鱼就会被饿死 撑死肯定比饿死好 吃饱后 晚上睡觉做梦拉个痛快 时间来到第七天 吉奥这边一早就开始干活了 今天他要搭建一个石头壁炉 晚上睡觉真的太冷了 搭建一个石头壁炉 取暖非常有必要 把石头壁炉搭建在庇护所边上 口子向着里面 晚上就可以坐在庇护所里烧火取暖了 搭建石头壁炉需要非常多石头 他来到岸边用背包收集石头 这工作非常耗费体力 但他搭建出来的壁炉非常好看 用沙子填补石头上的缝隙 我看到他手上用的工具后 一瞬间脑萎缩了 荒野独居你带个水泥铲子来搭建壁炉 大哥 洗头水沐浴露你有没有带 韩皮拉斯姆每天都很汗 现在他逐渐开始熟悉这里 每天干活一小时 发呆大半天 他是一个内向的人 平时在家里并不爱说话 但来到这里后却总是说个不停 手上一杯水能喝一天 吉奥这边已经把壁炉搭建好 就是不知道效果怎样 他在壁户所里准备生活 今天在外面干活时 发现一些棉花草 这是非常好的生活笼 拿着几片树叶垫在棉花上 随便用打火棒画一下 就能轻松将棉花点燃 这看着很简单 其实一点也不难 火虽然是升起来了 但是烟雾非常多 壁炉虽然很好看 但是并不排烟 吉奥在壁户所里面熏得真不开眼 这样的壁户所虽然睡着很暖和 最怕明天一早就变成烟熏干湿了 起初以为这是普通的烟雾 没想到烟雾越来越强烈 逐渐地把整个壁户所都吞噬了 吉奥再迟出来一秒 可能都会被熏死在里面 当他打开门壁户所门才发现 烟囱竟然出现神奇的一幕 烟囱冒烟了 吉奥顶着前列浓烟的攻击下 他在给我们讲解烟囱的问题 设计了新方案后 他觉得肯定能解决排烟问题 接着就拿被子去打水了 时间来到第八天 杰特已早来到岸边收望 但并没有什么收获 他现在感觉非常疲惫 抓到鱼的时候一顿吃完 现在没鱼吃的时候又很绝望 看着杰特这样的状态 就知道他待不了多久 之前钓鱼的时候 还丢掉了一个手套 现在他活都不想干了 然而阿斯利这边 他今天开始搬家 饿了八天时间 才开始搭建第二个庇护所 难道他真的不怕干活 是被累死了 新的庇护所非常宽敞 里面还有一张木床 杰特这边也把庇护所拆掉了 他也要重新搭建一个庇护所 阿婆虽然人老 但是天生爱折腾 在野外生活 他觉得最麻烦的 就是晚上去上厕所的时候 54岁的年纪 一晚要上七八次厕所 干脆直接在庇护所里 挖个坑拉就完事了 就晚上上厕所 让他感觉消耗了非常大的体力 阿斯利这边 把庇护所整理得非常漂亮 他把所有东西 都在庇护所里摆放整齐 看起来非常像一个家 阿斯利肯定是来这里长住的 看着这么舒适 我都想搬来和他一起住了 杰特这边 重新住回地板帐篷庇庇护所 他非常喜欢搭建庇护所 只是没有力气而已 既然没能力住上大别墅 那只好重新整理一下 这个小帐篷 时间来到第九天 拉斯木一早醒来 觉得自己非常累 没有足够的食物时 每天躺在凹凸不平的地面上 感觉累已经很好了 没有累死算耶稣保佑了 他来到岸边检查鱼网 好在今天抓到了一条鱼 这条小鱼非常生亡 但遇到拉斯木这个恶鬼 他只能挨石头揍了 能收获到鱼 让拉斯木感觉有了新的生存希望 其实不是抓不到鱼 只是把网放得太险了而已 今天抓到的这两条鱼 足够他拉一次使了 年轻小伙第一次感觉生活是如此艰难 每天是没做多少 话却说了一大堆 拉斯木在这里最烦就是蚊子太多 回到庇护所后就把鱼给尖了 来这里快十天了 他都还没有给自己设定任何目标 庇护所也没有改善 十天对他来说是一个里程碑 很明显他就是一个酱油 帐篷没空完善 就意味着没有想法在这里带下去 杰特这边 他坐在石头上怀疑人生 阿婆你要是没事做 就早点回家 在这浪费时间根本没有意义 时间来到第十天 一大早节目组的传出现在这里 究竟是哪个嗨老要退出比赛 我觉得是杰特 拉斯木的可能性也非常大 果然没猜错 真的是这个阿婆 来这里十天是想体验生活吗 刚开局还说要给男朋友买房子 来这里一直在打酱油 嘴巴却说自己是一个坚强永不放弃的人 这些外国老真是服了 满口胡话 脸皮不厚的人还真说不出这样的话 随着阿婆杰特退出比赛 场上还剩下六位选手 那么接下来选手还会有那些惊喜呢 期待下一集视频的更新吧 这应该是最享受的荒野求生了 牛人妹子不仅搭建了漂亮的庇护所 每次抓鱼都抓到手软 把鱼放在火上烤 天天吃鱼肉 时间来到第十天 场上还剩下六位选手 桑尼一早就来到岸边 收集姜果 没有钓到鱼 姜果是他唯一的食物 现在的天气非常冷 在外面待一会比例不停的流果冻 在野外生存了十天 桑尼开始逐渐适应这里的生活 但每天饿得睡不着是非常难受 他非常希望鱼网里有鱼 来检查鱼网的时候 结果什么都没有 桑尼的运气是真的差到爆了 周围都是石头边 这种地方确实很少鱼 没有抓到鱼的桑尼 象征性地哭了几下 艾迪这边刚拉完屎回来 他觉得这个地方非常漂亮 能在这么漂亮的风景下 拉屎是他的荣幸 今天的风非常大 艾迪非常担心鱼网被风吹走 这么大的风浪 高启强来也不一定能抓到鱼 但高启强叫老莫来就不一定了 拉斯木这边 他正在庇护所门口生活 铁锅里还有一条鱼肉 生活做早餐都费劲 虽然这条鱼不大 但是能吃到肉已经算很不错了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 拉斯木感觉非常无聊 这是吃饱后撑着的 身后的庇护所 他是一点都不想完善 铁锅里煎着烤鱼 水壶里煮着姜果茶 这还老是挺会享受的 他最近在岸边捡到许多这种木板 很漂亮并不舍得烧掉 只好用雕刻一些花纹 这样就不用这么无聊了 我在他身上看不到一点计划 估计是节目组请来打酱油的 花费了一个小时终于雕刻完成 一旦手上没活干 整个人的状态就变成村中的大傻子一样 他只好不停地给自己找点事做 例如板上有颗钉子 他扒掉又钉进去 这个步骤他能重复一万次 拉斯木把门牌钉在树上 这件事对于他来说 如同完成了一件大事一样 就他这种状态 我怀疑他活不过下一集 埃迪准备去检查渔网 现在的风浪非常大 他不确定水下有没有鱼 站在岸边祈求老沫的到来 埃迪开始收起水中的鱼网 寒冷加上饥饿的催化下 埃迪的胃紧张到胃筋卵 鱼网被他抬得很高 即使没有看到鱼 也要把鱼网收起来 好在还是有一些收获的 鱼网中抓到了好几条鱼 今天他收获了七条鱼 可能是环境的原因 这里的鱼都很瘦很小 埃迪开始生活烤鱼 饿了几天终于可以享受鱼肉大餐了 他一把把鱼肉塞进嘴里 桑尼检查第二张鱼网 在岸上看并没有发现什么 他靠近的时候 发现岸边就抓到了一条鱼 虽然个头不大 但是总比饿肚子好 就处理鱼的几分钟时间 桑尼的手就已经被冻僵了 年纪大了 他需要不停地活动 身体让血液循环更快些 在木板上处理鱼肉 外国佬是不懂得炖鱼头汤的 这一斤的鱼肉 怎样吃才能发挥最大价值呢 就这么一小会时间 他的手又被冻僵了 回庇护所烤暖 不是更好吗 在这里甩有什么用 他开始生火烹饪鱼肉 但无论他怎么弄 都没法把火生起来 气得他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 极傲这边 今天的天气非常好 我万万没想到 他竟然下水洗澡 阿婆桑尼都被冻僵了 他还敢跑下水洗澡 果然年轻小伙就是血气方当 洗澡后就在岸边烤暖 这一幕我实在看不懂 有时候我真的很难理解 选手们的行为 希望早后他就坐在这里浪费时间 不去抓鱼翅 也不完善庇护所 人家桑尼一直在努力生火 好在终于把火点人了 如果没火恐怕要生吃鱼肉了 把煎好的鱼去骨 端着一盘肉在这里享受 如果加上几两米饭一起炒的话 估计吃起来会非常香 刚吃完鱼肉后 桑尼又开始做起了运动 吃东西已经无法取暖了 他回到庇护所里 感觉双脚已经被动得没有了知觉 这阿婆这么不挨动吗 如此差的体质 依旧选择在这里荒野求生 真的是难为他了 拉尔斯这边 他正在收集这条木头 很可惜带来的锯子非常小 干活起来真的费劲 蹲在地上太久腰都酸了 原本只需要十几分钟的事情 但用这把小锯来干活的话 要多花几个小时 拉尔斯希望在这里待得更久一些 他每天都在计划着自己要做些什么 一直很努力地完善庇护所 拉尔斯也是唯一一个 让我看着正常的选手 拉斯木这边 一旦闲下来 他就在庇护所里自言自语 每次都能说一大堆话 从小孩穿开当裤开始说起 一直说到小学毕业 天逐渐暗了下来 拉尔斯在庇护所里生起一堆火 今天的晚餐是吃一条鱼 他来这里吃了58条鱼 已经过去了10天 他非常想知道还剩下多少人在 整个荒野就他一个人在 晚上确实会安静地可怕 时间来到第11天凌晨 阿斯利半夜都还没睡 他刚刚出去拉尿回来 外面的气温非常低 刚来这里的时候 晚上都非常害怕 现在已经慢慢习惯了 他今天一早就醒来 昨晚的动作非常大 把小木床都震塌了 这样的结构搭建起的小木床 肯定是不稳定的 阿斯利的庇护所目前是最好的 最起码住的叔父 拉斯木这边 一早准备生活煮水喝 他的庇护所应该是目前最差的 每天都吐槽这里很无聊 如果实在没有什么生存计划的话 就早点回去吧 不受烈又不抓鱼 醒来就开始说 自己穿开裆裤式的神奇故事 我听着都觉得腻了 他今天决定要振作起来 不能一整天都在庇护所里躺着 拉斯木来到岸边探索 他在这里到处走 想挑战一下自己能走多远 毫无疑问又是在浪费时间 艾迪这边 他还躺在被窝里 起床后用木炭制作牙膏 把木炭涂抹在牙刷上 然后开始刷牙 这确实是一个好办法 没一会牙齿就被刷得干干净净 刷完牙后他就准备去收网 昨天他抓到了七条鱼 但今天一点收获都没有 抓鱼对他来说就像开奖一样 没有抓到鱼都不知留在这里干嘛 他坐在地上考虑今天吃饭的问题 没有抓到鱼他还能吃浆果 但来这里不是为了玩 是想完成求生挑战 他在岸边探索 已经有了回家的想法 这些选手真是一个比一个菜 桑尼一早醒来在制作木头玩具 阿婆年纪虽大 但他要求的尺寸一点都不小 随便在评论区抓两个老哥来 估计都无法满足阿婆的要求 制作木头玩具是桑尼打发时间的乐趣 拉姆斯在外面探索的时候 发现这里出现一群鹿 如果能狩猎到一头来吃 那每天吃烤肉躺赢到最后都可以 半山腰的位置已经开始积雪 他站在这里看着远方 大声喊叫着要努力奋斗 这纯属是在浪费时间和体力 艾迪这边 他在野外收集香果当早餐 这些肚松子可以给鱼肉当调味料 他收集了一些 把松子放在火上烤 然后砸碎当做香料 艾迪也制作了一个木头玩具 只不过他这个是欣赏用的 而桑尼那个就不一样了 虽然说都是玩具 但是玩法不一样 艾迪的庇护所里还挂着没有吃完的鱼肉 昨天钓到的鱼他分期吃 阿斯利来到岸边开始收网 本以为抓不到什么鱼 随着鱼网越收越紧 一条条鱼被拉出水面 今天抓到了很多鱼 他把鱼网拿回庇护所 今天抓到了18条鱼 这真是汗得汗死 烙得烙死 他把鱼肉拿到小席边处理 这18条鱼够他吃很久了 如果一天吃三条 今天抓到的鱼能吃6天 很可惜外国老不吃鱼头 这18个鱼头白白浪费掉了 鱼头最起码能吃一餐 阿斯利把鱼肉串起来烤熟 拉斯木今天逛了一天 他竟然说是美好的一天 这嗨老都被饿傻了 时间来到第12天 桑尼今天打算去徒步 饭都没得吃了 还有心情徒步 我怀疑这些嗨老真的是来这里度假的 路过的时候发现一条小溪 他直接装起来喝 都是冰雪融化的水问题不大 别人荒野求食都是在搭建庇护所 或者去获取食物 而他来荒野求生 不是挨饿就是来旅游的 桑尼爬上一个山坡 这里的风比较大 他被冻得鼻涕直流 爬上这里的意义是什么 好好生存拿奖金不是更好吗 艾迪一早来到岸边检查渔网 今天的风浪比昨天大得多 昨天风平浪静都没有抓到鱼 今天估计也很难 没想到还真被他抓到了一条 在整理的时候 手指都要被冻僵了 他感觉这风最起码有零下十度 但好在有一些收获 总比空手而归好 拉斯木这边 他每天除了烧火煮水没别的 今天他又爬上山顶欣赏风景 这压根不是我想看的荒野求生 实在没有计划你就早点回家 别在这里浪费镜头了 拉斯木也没想到 来到这里后会是这样无聊 他开始后悔了 桑尼徒步回来后 就喊着问男朋友做好饭了没 这婆娘戏粉真的多 今天检查渔网又没有抓到鱼 桑尼已经饿了好几天 但并不影响他制作木头玩具 现在没有饭吃 只能靠这个玩具来补充乐趣了 他给庇护所制作了一扇门 虽然没有什么用 但总好过没有门 时间来到第13天 艾迪一早醒来说 昨晚睡得很舒服 桑尼一早来安边检查渔网 已经连续两天 没有抓到鱼 现在他开始想家了 拉斯木觉得 这里比他想象中难 一转眼节目组的船出现在这里 他要退出比赛 这还老来这里 完全没有体现出求生的技能 庇护所都没有搭建好 每天都在这里无所事事 我真希望节目组要这些随意退赛的选手 罚款他妈几十万 这样报名的酱油选手就会少很多 那么接下来选手们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惊喜呢 期待下一集视频的更新吧 这是我见过最享受的荒野求生 一往下去抓到上百金鱼 煎了一大锅鱼肉 这一顿饭就把他吃撑了 不愁吃喝的他 又开始整理了庇护所 这日子是过得相当舒服 时间来到第13天 桑尼一早就在野外煮了一锅水 来这里已经13天没有洗澡了 每天我晚上睡觉都痒死 今天桑尼决定要在这里洗个澡 用热水烫一下毛巾 就不停地擦拭叶窝 然后再不停地擦拭手臂 让我没想到的是 他说的洗澡只是在擦叶窝 他奶奶个腿的 我纸巾都准备好了 他竟然用隔夜窝来考验我 急要起床后发现一道阳光照在他头上 他就坐着让头脑吸收太阳光中的智商 这样的感觉确实好很多 今天的天气很好 他来到岸边晒太阳 现在他感觉非常饿 就连拉屎也是一种奢侈 没有食物吃 只能站在阳光下吸收能量 他准备去检查鱼网 希望能抓到一些鱼吃 每次去收鱼网都要下水 为了能把网放得更深一些 他只能选择这个位置 鱼网被缓缓拉上来 但他并没有看到鱼 阿斯利这边 今天感觉并没有前三天这么了 阳光照在庇护所上看得非常暖 昨晚穿了一身衣服睡觉 一觉醒来还要继续穿衣服 重新看到阳光让他心情都好了很多 每天都在这个海湾拉屎 拉湾就在岸边发神经 今天的鱼网抓到了很多鱼 而且个头都比较大 这一网总共捞到了20条鱼 足够他吃好几天了 之前还担心抓不到鱼 现在只担心如何将这些鱼保存下来 现在过得最好就是阿斯利了 今天抓到了的鱼个头非常大 一条都足够他吃一顿饭了 吉奥这边终于拉上了一条鱼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这一条鱼只勉强他能在这里生存下去 这条鱼的个头非常小 一顿饭都不够 现在吉奥感觉很饥饿 此时他非常怀念家里的烤猪肉三明治和可乐 吉奥饿得慌 但阿斯利就不一样了 他现在不愁吃喝 只想把睡觉缝好 这样晚上睡觉就不会漏风了 晚上睡好成为他最希望做的事 吉奥这边鱼肉不够浆果来凑 摘浆果的时候 他闻到一股尿骚味 这股尿骚味非常浓 他也没有心情采摘浆果了 要搞清楚股尿骚味哪里来的 回到庇护所后拿着裤子纹裤裆 最终确定了这股尿骚味是自己的 13天没有换过尿裤 没熏死已经是很给面子了 但最近吃了很多浆果 闻起来还有浓浓的浆果味 这么下去可不是办法 他决定尝试去钓鱼 在第十天的时候 就开始准备制作钓鱼工具了 吉奥选了一个木头作为把兽 只需要简单打磨一下 即可用来钓鱼 他拿着分体式工具 来到岸边钓鱼 这嗨老还是挺聪明的 简单的小木棍就能做成钓鱼工具 希望他能钓到大鱼吧 艾迪这边刚抓鱼回来 他正在处理鱼肉 把多余的鱼肉放在火堆上 方便将它们烟熏成肉干 艾迪也吃了很久浆果 今天能吃到鱼肉也是一种运气 天气冷人体所需蛋白质增加 如果没有鱼吃真的会被饿死 一顿饭只能吃一条鱼 吃完后他就出到外面晒太阳补充能量 现在过得最舒服的就是阿斯利 抓到这么多鱼 每一顿都能吃得非常饱 人家吉奥还在拼命获取鱼肉 而他轻松就能抓到几十条鱼 还有这么多鱼没有吃 他今天都懒得下网了 根本不用担心没东西吃 吃饱后就躺在地上晒太阳了 艾迪回到庇护所就在发神经 拿着木棍在铁锅上一顿乱敲 很明显 有食物吃和没食物吃的人 是两种状态 吃饱的在睡觉 饿的在钓鱼 不饱不饿的在发神经 挂在上面的鱼肉可以不吃 但是火堆上的水不能停 宁愿拉多几次尿也要一只喝水取暖 吉奥这边已经钓了几个小时鱼 但一只没有收获 湖里的水比钱包还干净 现在他放弃了 他又重新把希望寄托在鱼网上 只要把鱼网放得足够远 那就有可能抓到鱼 如果再这样下去 那么他很快就会退出比赛 没饭吃的人只想着吃饭 阿斯利这边来到岸边煮晚餐 吃完就坐在岸边发呆 时间来到第14天 阿斯利一早醒来 他的头发非常飘逸 我个人觉得这是非常时尚的 在荒野顶着一个大鸟窝 绝对是为了衬托大自然 现在阿斯利是每隔三天拉一次时 这样的频率他个人觉得很好 三天拉一次时我是无法想象的 反正我一天拉三次 每天起床都要穿一身衣服 今天他要制作烟熏鱼肉 庇护所里收集了非常多木柴 足够他使用了 埃迪一早醒来决定外出徒步 这些嗨老我真是服了 虽然抓到了不少鱼 但是也不至于来这里徒步旅游吧 花点时间搭建一个漂亮的庇护所 不可以吗 有是否看到这些外国老这么悠闲 他绝对不是经济条件好 纯属是懒而已 拉尔斯也去外面徒步回来 这个嗨老是出镜最少的选手 现在已经是第五级了 总共还没有20分钟的镜头 如果是他获取冠军的话 绝对是造假的 阿斯利这边不仅整理出了一大包木柴 他又搬来了许多石头 把庇护所弄得非常漂亮 这妹子生活过得真精致 还有一大串鱼肉在旁边 这样的庇护所我看着也想和他一起住 在我庇护所里生活煮饭都可以 头发虽然嫩一点 但庇护所整理得非常有条理 这应该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庇护所 现在不愁吃喝的他 对生活下去充满希望 埃迪来到岸边烤鱼 这海老目前也是挺享受的 一顿饭吃一条鱼 只要还不饿死 就争取把这里过成度假生活 一天时间什么也没干 白白浪费掉了 还有心情在这里打水漂 真看不惯这些选手这么悠闲 大哥求求你了 快去做点是好吗 在这里坐着发呆时几个意思 桑尼也在这里发神经 他奶奶个腿的 有病就回家看医生 我是荒野求生解说 不是精神病医生 桑尼一看就是个颠婆 拿出睡垫在这里敲来敲去 发完神经后就坐在岸边发呆 这和明星机就是兴奋过后的孤独 但此行此行找好角度 绝对是一张非常漂亮的照片 估计摄影师看到这个画面都会流口水 这么悠闲的时间 埃迪认为他有充足的时间坐下来思考 又不是爱因斯坦 华生米大的脑瓜思考这么多汇报的 这些选手一个个都是白日梦想家 拉尔斯已经爬到了山头 这个嗨老我也不知道他是干嘛的 我就没见过他捕鱼 来这里已经十几天了 出境少得可怜 他竟然还有力气去徒步 今天徒步了五六个小时 没有几个牛肉汉堡补充营养 估计是活不过明天 走累了就喝一杯水 压根不怕拉肚子 时间来到晚上 阿斯利这边的庇护所出现动静 一直不知死活的老鼠出现在这里 很明显就是盯上了阿斯利的鱼肉 让我没想到的是 他竟然这么大胆地在偷吃 阿斯利看着也不管一下 这么多鱼肉被老鼠在爬来爬去 难道他不准吃出了吗 时间来到第十五天 阿斯利一早醒来笑得呲牙咧嘴的 老鼠昨晚光顾让他觉得很奇妙 可能很久没有见过老鼠了吧 吉奥一早来到岸边检查 这里出现了很多物 他要去检查鱼网 吃饱后他想去爬山 靠近的时候并没有看到鱼的身影 吉奥非常希望能抓到鱼 然而阿斯利这边 他依旧发挥稳定 今天又抓到了七条鱼 这简直就是老天爷追着喂饭吃 而吉奥这边就没有这么好运了 他只抓到了一条鱼 这条鱼是够他维持生命 今天的天气非常冷 把阿斯利都冷酷了 湖面上被笼罩着一层大雾 看着很像仙境一样 但是我不知道他在哭什么 如果实在不喜欢吃鱼的话 可以给一点吉奥的 吉奥已经饿到慌了 每天吃一条鱼都不敢拉屎 今天他决定去徒步 周围的山头非常漂亮 但我不明白的是 为什么都这么饿了 还去浪费体力 花多点时间去抓鱼不更好吗 如果来这里不是为了拿奖金 就不要浪费名额了 埃迪一早来到岸边晒太阳 他现在还有剩余的鱼肉 收集一些松针来煮水 他在这里弄了一个水袋装水 把煮好的热水倒入里面 难道他要洗澡吗 原来是猪热水来洗头 然而洗漱的不止他一个人 拉尔斯也准备在庇护所里洗澡 他煮了一锅锅热水倒入防水袋里 然后就蹲在地上开始洗了起来 十几天不洗澡你敢信吗 还拿出洗发水 在第四天的时候 他就展示了自己带了洗发水来 这些嗨老求生一点都不正经 生存装备没带多少 洗发水却带来了 希望头后的埃迪也变得帅气了 整个人都因为洗头而变得更加自信 他此时感觉自己能赢 就因为洗了个头 难道把烦恼都洗出来了吗 他躺在石板上就休息了 吉奥这边还在徒步探索 这里周围都是一片荒凉 虽然没什么人 但是就连动物也没有多少 这一次徒步他非常开心 来到山顶开始玩雪 这些嗨老来求生 就像度假一样爽 他们不花时间完善庇护所 他也不花时间建造工具 只要吃饱就开始旅游 来这里冷静一番后就下山了 埃迪这边已经无聊到想睡觉 他坐在这里根本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 每天唯一的工作 就是检查一下渔网 或许他们根本就不会建造什么东西吧 很明显求生能力也是非常差的 除了能挨饿 得意来这里的话 随便都能饿几十天 时间来到第16天 吉奥一早醒来说 昨晚睡得非常难受 大概只睡了三个小时 而埃迪捡到了一把木头 记录着他在这里待了16天 反正自己已经是觉得非常无聊了 吉奥也好不了那里去 节目组的船出现在这里 究竟是谁选择退出比赛呢 原来是埃迪这个嗨老 明明还有很多鱼可以吃 但非要退出比赛 这简直就是浪费名额 我希望节目组罚他妈十几万 下一集选手们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惊喜呢 期待下一集视频的更新吧 给他一只青蛙做宠物 他能把青蛙砍头 去皮放铁锅 完全不过往日的友谊 将他留下一副完整的骨架 已经算给足了情面 这就是荒野求生的真实写照 时间来到第17天 厂上还剩下四位选手 凌晨的时候 吉奥醒来听到帐篷外有东西在怕 他要出去检查一下 结果发现一只树蛙在庇护所帐篷上 面对这只送上来的宵夜 吉奥早已准备好了铁锅 他用铁锅把青蛙装起来 反正我是不敢吃的 明天的早餐终于有了足弱 今天一早天气变冷了许多 桑林醒来后感觉明显冷了很多 气温大概下降了十度左右 他起床后就要去检查鱼网 希望今天能抓到鱼吧 他在岸边收网的时候 收很快就被冻僵了 只好不停地活动手臂来取暖 抓到了一条鱼 用木棍猛敲几百下 一条鱼而已 没必要下手这么狠吧 桑林顿在岸边整理鱼肉 被冷得不停吐槽 弄完鱼之后又把网放好 要不然明天就只能挨饿了 吉奥也来到岸边 拿着一把斧头和铁锅准备做早餐 铁锅里装着昨晚抓到的青蛙 他拿着青蛙在仔细观察 外国老吃东西很奇葩 鱼头不吃 但这种青蛙他一点都不嫌弃 用斧头把青蛙脑袋砍下来 再把皮脱掉 一只青蛙就这么点肉 但也足够他吃一顿早餐了 阿普桑林这边突然哭起来 他觉得这里太冷了 他奶奶个腿蛋 要哭回家哭去 这里是猛男牛妹节目 动不动就哭一顿 搞得好像我千里上百万似的 他在岸边整理鱼肉 硕大的鱼头他不吃 今天的这两条鱼只够一顿饭 不一会又运动了起来 这阿婆是真的怕冷 只要把青蛙放在铁锅上煎 闻着肉味就很香 做好之后又轻了一半 这顿午餐更像一次小零食 他拿着青蛙巴鸡巴鸡在品尝着 这点肉都不够塞牙缝 但有点东西吃总比饿肚子好 很快一只青蛙就被他啃肾骨头 很庆幸又活了一天 但这种吃了这顿没下顿的日子 他感觉非常焦虑 还是吃鱼肉更加实际一点 拉尔斯这边 他的庇护所非常高 但并不是很大 而庇护所里面像个狗窝 里面摆放着各种东西 而且能在庇护所里烧火取暖 庇护所外面摆放着很多木头 还有晾晒的衣服 鱼王也挂在这里补充能量 我就没见过他去抓鱼 这嗨老难道是不用吃饭的吗 一天到晚都在浪费时间 阿斯里这边 今天他有一个大计划 这个计划他想了很久了 回到庇护所后 升起一堆火 边烤暖边制作一个杯子 之前就一直想做个木头杯子 但温饱没有解决之前 他都不想浪费时间 现在不愁吃喝 无聊的时候制作杯子刚刚好 用一块木头将中间挖空 这样就可以做成一个杯子了 制作手工对于他来说 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吉奥刚起床来到西边刷牙 这嗨老应该是最可怜的 每天一条鱼 他处于是否退赛的边缘 庇护所又不去完善 每天收起浆果尸 他在岸边搭建了一个烽火台 这又不是被困荒野 搭建烽火台干什么呢 时间来到第18天 拉尔斯一早来到岸边检查鱼网 早晨的气温非常低 他缓缓地拉起鱼网 然而并没有看到鱼 当他把网慢慢拉上来后 好在老天爷还是少了一口饭 鱼网里抓到了一条鱼 这条鱼的个头虽然不是很小 但是也不够他一天吃 每次都是这一点鱼肉 相当于打发乞丐 拉尔斯拿着鱼肉回到庇护所 每次都要走这么远的路 这一条鱼绝对是亏本的 阿斯利这边 他今天决定去徒步 现在他根本不处吃喝 这边的海滩对他非常有利 自从第一天抓到一条鱼后 后面就抓到不停了 每次抓鱼他都非常有信心 鱼肉不够野菜来凑 拉尔斯来到西边发现一条野生芹菜 顺便摘一些姜果回去甜肚子 姜果是他最容易获取到的食物 拉尔斯收集了满满一包 他现在是愁到不行 但阿斯利就开心到不行 今天他又收获了许多鱼 这妹子真是运气爆表 或许是这位位置水流大导致鱼多 每次收网都是有惊喜的 今天收获了上百鲸鱼 阿斯利笑得呲牙咧嘴 这样持续下去的话 阿斯利估计是锁定冠军了 但根据我多年的观察 荒野独居的冠军 一般不是过得最好的选手 而目前拉尔斯和吉奥 都有很大可能会逆风翻盘 吉奥今天继续去徒步 这个嗨老真是厉害 已经饿了这么久 都还有体力去徒步 穿着一身衣服去爬山 热了旧脱一件 当衣服脱剩最后一件时 大概就到山顶了 他在地上捡到鹿角 但周围一片荒凉 他们没有带工具来狩猎 真的太可惜了 吉奥来到山顶观察 突然脱掉衣服 我一时间真的不知道如何解说了 拉尔斯庇护所门口有一堆木头 他决定利用这些木头废物力 把它制作成钓鱼工具 拉尔斯拿着钓鱼工具来到岸边 上面挂着很多鱼钩 想通过这个钓鱼装置来钓钓鱼吃 拉尔斯把鱼线拉到对岸 鱼线中挂满了鱼钩 放好线后 就坐在地上吃浆果 随身带着一杯浆果 饿了就吃一点 阿斯利这边继续完善庇护所 目前救他是一直在整理庇护所的 他决定在庇护所顶部开个口子 可能是想起到一些排烟的作用吧 但这样搞也不一定能有效果 下一天漏水就笑死我了 晚上的时候 他在庇护所里煮鱼吃 看样子排烟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烧这么大火都没什么烟 时间来到第十九天 吉奥一早起床就煮水喝 他每天都需要喝很多水 不然真的会被饿死 有时间不去抓鱼 活该你天天喝水 今天他去检查渔网 依旧没有什么收获 天气越来越来 拉尔斯来到野外拉时 看到周围一片大雾 每天都在降奔 阿斯利也察觉这一景象 周围一片死寂 虽然是冷一点 但并不影响他什么 刚出来没有十分钟 手指就已经被冻得没有支血 他对着手不停地哈气取暖 当他拉起鱼网的时候 没有意外 又是一条条鱼挂在上面 但今天真的很冷 阿斯利不停地对着手哈气 阿婆这边终于出现了 每次都看到他在做运动 要是真真没怕冷就回去吧 在这里跳第二十一套 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 也不是办法呀 阿婆求求你别跳了 人家阿斯利这边都把鱼给抓光了 目前过得最舒服就是阿斯利了 看到他抓到这么多鱼 我都想过去和他一起生存一个晚上 天天格在这里发神经来刺激我 我真的服了这个阿婆 发完神经后就在这里煮饭吃 外面这么了 把壁炉搭建在庇护所里不是更好吗 让我没想到的是 他竟然哭了起来 他奶奶搁腿的 我可没欺负你了 你要是有什么想不开的话 就回去打老公 我们无怨无仇的 别在这里搞我心态 阿斯利这边 他要出去收集木头 岸边就有非常多的木头键 这工作看着还算简单 就是搬运起来有点费劲 阿婆桑尼吃完饭后坐在庇护所里 他拿出了一副新的手套 这些终于不怕冷了 拉尔斯这边才刚拉板时 拉完石后 感觉很饿 他在岸边改造他的钓鱼工具 但好像效果并没有什么用 如果鱼网抓不到鱼的话 那么只能靠钓鱼来碰碰运气了 他把鱼线拉过对面 横跨河流中间 或许这样的效果会好很多 把鱼钩放好后 接下来就等待傻鱼上钩吧 有力气的时候去徒步 现在怎么就想起来要吃饭了呢 阿婆桑尼现在似乎很难受 天气冷的原因 每次都没有吃饱饭 而且人一老了就更加不抗动了 吃饱后不去完善庇护所 要么在这里说骚话 要么就去野外烧火取暖 说他两句又哭了 反正阿婆现在就想 节目组给他一百万退赛回家 不给就哭得更厉害 表示自己在这里过得非常艰难 要不是冬天穿着布鞋 我早就一拖鞋扔过去了 时间来到第二十天 拉尔斯一早起来后 又拿出这个包准备去徒步 我不明白他这么多东西干什么 又不是换地方搭帐篷 背这么多东西 简直是在浪费体力 活该抓不到鱼饿死 这里的环境似乎对他非常吸引 好山好水的 埋在这里能保佑老婆找个好老公 每次看到这些景象 他都很惊喜 看样子他更想来这里玩似的 现在非常大物 没法判断方向就用指南针 真怕他死在这里拿到了冠薰 难道他想站在这里等待日出吗 阿婆来到岸边煮早餐 他今天又抓到了鱼 但是我不明白的是 为什么要到岸边做饭 活该你被冷死 拉尔斯在山上行走 他终于看到了日出的太阳 这里一片都是 而且还看到了云海 真的太漂亮 他在这里到处探索 累了就坐在地上休息 看着远处的山头堆满鸡血 吉奥在岸边搭建风火台 这还老究竟想干嘛呢 如果想走的话 直接打卫星电话就行 燃烧风火台也没人会看见 毫无疑问这只是他的一个乐趣而已 我感觉吉奥待不了多久了 拉尔斯收集了一些干草 他竟然打算住在野外 这里没有什么野生动物 住在野外并不害怕 天刚刚黑 他在这里看到了激光 这嗨老是真的会享受 时间来到第二十一天 桑尼醒来就煮水喝 吉奥坐在庇护所里 感觉外面非常冷 今天抓到了一条小鱼 他马上生火做饭 吃完后感觉心情都好 一转眼节目组的船又出现了 究竟是哪位选手要退出比赛呢 原来是吉奥这个嗨老 下一集选手们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惊喜呢 期待下一集视频的更新吧 这才是最真实的荒野求生 在野外能吃上一顿肉 他们竟然哭了起来 因为他们知道这顿肉是来之不易的 时间来到第二十一天 厂上还剩下三位选手 拉尔斯这嗨老昨晚来到野外露营 一早醒来发现睡袋都结冰了 阿婆桑尼冷得瑟瑟发抖 她却来到野外做冰棍 但昨晚看到了激光 让她觉得非常有意义 和面上已经结出了一层冰 这么冷的天气 她怎么在外面睡得着 桑尼一早又来外面发神惊了 今天看到了一点太阳 这让她非常高兴 桑尼来到岸边检查渔网 希望能抓到鱼吧 目前过得最舒服就是阿斯利 这妹子根本不愁吃喝 而且庇护所也完善得最好 回想起第一天刚来的心情 她现在已经完全适应了这里 虽然这一路走来非常艰难 但凭靠着自己的努力 在荒野搭建出一个庇护所 而且她现在完全能够永久生活下去 一下子自信心爆表 回去后肯定能凭着这个经验 找到一个老头嫁出去 拉尔斯起床后准备回去 别人来荒野求生 她是来度假的 拉尔斯来到岸边 看到一条鱼在水里调戏她 她拉动鱼线 原来是钓到了一条鱼 这条鱼的个头比较大 差点就被她逃跑了 拉尔斯捡起鱼 直接给她两拳头 鱼的个头虽然不大 但是这种鱼肉嫩滑非常好吃 没想到这张小鱼糖也能钓到鱼 桑尼这边也有了收获 她拿着木棍对着鱼猛敲 这婆娘是下死手了 今天她抓到了不少鱼 难道这是逆风翻盘的节奏吗 她在岸边煎了一大锅鱼肉 今天这一顿注定是吃撑的 吃鱼之前把鱼肉搅碎 捡去鱼刺后才准备吃 拉尔斯还有一半鱼线没有拉上来 她准备下水取回来 这么冷的天气下水不怕死了吗 她穿着鞋下水整理鱼线 好在这里的水非常浅 只要不弄湿衣服都好办 鱼线虽然是拿回来了 但并没有抓到鱼 这一波属实有点亏 鞋子已经全部湿透 这里距离庇护所非常远 穿着湿鞋走这么远的路 估计会非常难受的 阿斯利来到岸边收网 还没收就唱歌了 今天收回虽然不是很多 但是也比桑尼多 桑尼目前已经吃上饱饭 拉尔斯还在为食物发愁 而阿斯利依旧发挥稳定 如果不是发神经想嫁人 估计她会一直带到最后 阿斯利成为冠军的可能是最大的 这里的天气会越来越冷 如果没有失误 很快就会退出比赛 拉尔斯现在每天都能钓到一条鱼 虽然过得不是很好 但勉强能生存下去 她一直尝试通过钓鱼来获取食物 好好的有鱼网不去放 非要拉鱼线来钓鱼 人家阿斯利以往都能抓到好几条 你这一个鱼狗能钓两条吗 她收拾好东西准备回庇护所 阿斯利坐在岸边 突然哭了起来 这是怎么个事呢 铁锅里有肉不吃 在这里哭是几个意思 我刚想给你一个冠军 你在冠冠军给我完心态 我真的负了这些选手 好吃好喝的有什么烦恼 再这么哭下去 把冠军都哭没了 我会来到暂时 因为我会来到这里哭了 桑堤这边吃饱了就开始干活 不用每次无法处的感觉真好 她坐在这里笑一条馆桥 心态也好了很多 难道他要逆风翻盘成冠军吗 拉尔斯一直在徒步旅行 这嗨老我不知道他干嘛 看到地上有一些草 他捡了一些来吃 这里的风景虽然很好 但是别忘记了自己是来荒野求生的 一转眼阿婆坐在石头上唱歌了 而阿斯利在庇护所里闷闷不乐 根据我多年的经验 阿斯利获得冠军的可能性比较小 如果被这个阿婆拿到的话 真是笑死我了 时间来到第二十二天 拉尔斯一早醒来 发现地上开始结冰了 天气越来越冷 抓鱼也越来越难 他在岸边检查鱼网 一张几百平方的大网 只抓到了一条鱼 拉尔斯目前是过得最差的 每天的食物只能够勉强活下去 今天抓到了两条鱼 吃也吃不饱 饿也饿不死 桑尼也来到岸边收网 他今天也只抓到了两条鱼 似乎并不是很满意 董比饿肚子好 有肉吃就已经很不错了 他镜头还对着我骂 他奶奶个腿的 画个圈圈诅咒你得不到冠军 阿婆每次都在野外做饭 主打就是一个就地取材尝鲜 现在阿婆的胜算非常大 因为她很乐观 每天都去获取食物 阿斯利今天选择徒步 这妹子脑子没事吧 决赛圈还在浪费体力 每天抓鱼吃 猥琐发育拿奖金不好吗 他已经来到山头上了 这回荡灵决顶一览中山小感觉真好 不在这里拉脱石来纪念一下 属实可惜 他把石头堆起来 如果是我就用来搭建个坑拉石了 这妹子自从那次哭了之后 就开始反常了 距离冠军是越走越远 而桑尼开始变得正常起来 他在附近开始探索 周围的木头全部都是光秃秃的 这些选手都是傻了吗 怎么都开始徒步旅行了 庇护所没有见他们完善 一个个到野外散步 但凡能搭建个木头庇护所出来 肯定就能赢得冠军了 拉尔斯这边收网风浪非常大 这大风大浪的抓鱼也会更难 拉尔斯顶着风浪在岸边收网 似乎被石头卡底了 这如何是好呢 没有鱼网他就没有食物 为了弄回这张鱼网 他试了各种办法 现在拉尔斯得冠的希望更小了 桑尼坐在石头上说骚话 好不容易才吃饱两顿饭 现在他竟然选择浪费体力 总比阿斯利在庇护所里自闭好 时间来到第23天 今天一早醒来感觉冷了很多 越是刺激阿斯利就越兴奋 怕冷的阿婆感觉到困难了 天气越恶劣 对庇护所的考验就越大 拉尔斯一觉醒来庇护所都没了 真他妈笑死我了 这些选手搭建个庇护所都这么差劲 他冒着大风在整理庇护所 天气好的时候不完善庇护所 等到天气恶劣了才来着急 这些选手真是懒 毫无疑问现在过得最差就是拉尔斯 连庇护所都没有了 阿婆桑尼来到岸边检查渔网 这里的风浪非常大 他在岸边看到水中的渔网 并没有发现有鱼出现 难道又是空军的一天吗 拉尔斯看着眼前的庇护所 瞬间回到了解放前 他首先到岸边检查渔网 如果能抓到鱼 那就吃饱饭再搭建庇护所 拉尔斯站在岸边收网 但并没有什么收获 渔网被大风刮得一团乱 现在还要花时间去整理渔网 不然今晚不知道怎么过了 阿斯利来到收网 今天的收获非常少 但他还是有鱼吃的 现在阿斯利的庇护所是最完美的 把渔网挂在庇护所上 渔网中还有几条鱼 拉尔斯准备开始搭建庇护所 我也是第一次见选手们 在接赛圈才搭建庇护所的 他还是选择搭建一个锥形庇护所 只不过这一个更加大 并且把它固定在树木上 为什么搭建这么高的庇护所呢 这样的风阻会非常大 用木头搭建出庇护所的框架后 又开始整理渔网 渔网已经被弄成一团 如果整理它 必须要花费好几个小时 但这是抓鱼最简单的工具 如果不能连饭都没得吃了 今天的风非常大 整理渔网时 渔网被风不停地吹走 阿斯利在庇护所里 感觉到外面的风非常大 他也准备继续完善庇护所 阿婆桑尼也开始动工了 他把树枝压在庇护所的周围 防止晚上被风把庇护所吹走 这种林级抱佛脚的操作 确实很实用 他们很快就把庇护所完善好 拉尔斯准备用钉子 把庇护所固定 之前收集的木板 就有很多钉子 一天的时间 他也把庇护所重新弄好了 这种庇护所虽然防风 但并不保暖 晚上很可能会被风吹得睡不着 但也比睡在外面好 阿斯利在庇护所里旁人鱼肉 吃饱后的感觉都暖了很多 躲在庇护所里 停着外面的激烈 他顿时就感觉很兴奋 桑尼阿婆现在也不怕大风了 这两个妹子目前争夺冠军的可能性非常大 而拉尔斯就很难了 除非他能抓到大鱼 要不然很难逆风翻盘 桑尼来到岸边准备放网 风停了就开始抓鱼 拉尔斯也来到了岸边 他难道想靠这张烂鱼网来抓鱼吗 下一集选手们还会给我们什么惊喜呢 期待下一集视频的更新吧 真正的荒野求生究竟有多难 他已经饿了27天 却迎来巨大的收获 这一条鱼可能简直100万美金 事后来到第24天 场上还剩下三位选手 今天的风非常大 桑尼一早来到岸边检查鱼网 风浪这么大 掉下去就会在这里带到节目组破产 桑尼拉起水中的鱼网 鱼网被风吹得飘起来 有没有鱼已经一眼看到 风浪这么大 还要花时间去整理鱼网 今天真是糟糕透了 阿斯利每天都会来到岸边检查 收集木头成为他每天必做的事情 外面的风真的太大了 一不小心把桩都吹掉了 鱼网被风浪吹成一团 要弄好这番鱼网需要花费很多时间 好在还能抓到一条鱼 这种天气非常难抓鱼 拉尔斯目前是过得最惨的 庇护所昨天被吹倒 虽然他已经重新搭建了庇护所 但是一直抓不到鱼 再这么下去他估计待不了多久 除非能抓到大鱼来逆风翻盘 阿婆桑尼在外面收集木头 明明有很多小树枝可以捡来烧 非要去这条大木头 外面的风非常大 阿婆怕冷但又总在野外吹风 一块木头还没劈完就累的半死 这种人我们不用可怜他 附近这么多小树枝不会捡 来这里荒野求生脑子都不带 但凡带个脑子都会少走一些弯路 拉尔斯还在为食物发愁 他拿出一个瓶子 这是他晚上的尿壶 拉尔斯想用这个尿壶来改造成钓鱼装置 还用一个铁片来制作钓鱼诱饵 这海老虽然一直没有抓到多少鱼 但是一直在努力获取鱼 阿斯利这边把鱼网整理得差不多了 这张鱼网为他带来了很多鱼肉 现在他完全靠鱼网来获取食物 即使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中 他今天还是收获了一条鱼 这让他比较高兴 一条鱼虽然不是很多 但总能让他比别人多活一天 阿斯利是抓到最多鱼的选手 其实全靠他这个位置好 水流湍急的位置鱼也比较多 在这里抓到这么多鱼 让阿斯利感觉非常有成就感 庇护索也弄得非常好 拉尔斯现在非常饿 他必须要尽快获取到食物 要不然撑不了几天 现在的风浪非常大 用鱼网抓鱼对他不利 他拿着制作的钓鱼工具来到岸边 尝试通过钓鱼来获取食物 天气好的时候去徒步 现在天气这么恶劣就想着钓鱼 这些嗨老不到饿死这一刻 都不懂得去获取食物 他用木头制作锄头 用来挖蚯蚓钓鱼 但只成功钓过一次鱼 拉尔斯的运气可以说是非常差的 希望他能钓到大鱼翅吧 但现在这样的浪 摄影机都没眼睛看了 桑尼他回到庇护所里 这阿婆不太聪明 一直都是在以外生活煮饭的 现在外面风这么大 他迫不得已 才回到庇护所里 生活对他来说也是很困难的 在这里弄了大半天 都没有把火升起来 一言不合又开始骂人 阿斯利也在庇护所里生活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阿婆死也打不着 阿斯利却轻松把火升起来 就目前状态来看 阿斯利是过得最好的 阿婆桑尼仅次于阿斯利 而拉尔斯还在外面钓鱼 这么冷的天在外面站着 最关键还钓不到鱼 他也准备放弃了 与其在这里喝溪北风 还不如回去睡觉 拉尔斯的庇护所只是一个帐篷 外面的风很大 躲在里面非常吵 桑尼这边好不容易把火升了起来 现在感觉暖和了很多 但庇护所里的烟非常大 睡衣完很可能被熏成干湿 阿婆桑尼受不了不停擦眼睛 但总比拉尔斯好一些 阿斯利这边就非常好 就目前来看 阿斯利妥妥的是冠军的候选人 她的庇护所也是完善的最好的 目前每一顿都能吃饱 不发神经想嫁人肯定能夺冠 桑尼阿婆已经开始吃晚饭 鱼肉抓着吃更有味道 吃完饭后 她拿起一个轮子 这个轮子可以做成鱼网拉回装置 每次收网都被卡住是真的麻烦 她拿着轮子来到岸边改造鱼网 阿婆获取食物的积极性真的很高 如果她继续抓到鱼 很有可能会争夺阿斯利的冠军 拉尔斯躺在庇护所里 外面的风非常大 庇护所屋顶留着智慧之窗 好在现在没有下雨 如果下雨的话 晚上基本不用睡觉 阿婆回到庇护所里 时刻观察着外面的情况 不知道这场大风还要吹多久 她拿出木棍来记录天数 所有选手都躲在庇护所里 就这种天气 我看选手们都开始出现傻逼的情况 我估计很快就会有人要退赛回家 究竟谁会第一个退出比赛 真的很难说 很多季荒野独居都不是过得最好的选手的惯的 目前阿婆处于中间的状态 很有可能阿婆会得惯 而拉尔斯的状态也很好 但是她一直没有钓到鱼 如果能钓到鱼就另说 目前过得最好就是阿斯利 这妹子唯一就是想嫁老头 如果一时想不开回家嫁人的话 就会措施百万奖金 现在她又开始想哭了 在这里孤独寂寞冷一直折磨着她 哪怕再大的火也难温暖她的心 阿婆的话 她无聊了可以自己发神经 看她制造的玩具就知道了 别看她年纪这么大 其实一直都有玩木头玩具 今天一天都躲在庇护所里 他们感觉到非常的无聊 我姐说的也很无聊 时间来到了第25天 这天一早阿斯利就在唱歌 昨天还哭爹喊娘的 今天心情就这么好了吗 这肯定没有什么好事 喝完水后就变了一个样子 阿婆的状态也并不是很好 她不知道还要在这里坚持多久 也不知道其他选手过得怎样 这种漫无目的地等待 是最无聊最折磨的 一转眼节目组的船出现了 究竟是哪位选手要退出比赛呢 拉尔斯虽然没有钓到鱼 但是状态是非常好的 她的起床后在庇护所外面溜达 任何一位选手都有退出的可能 阿斯利穿着红色丝袜弯异常性感 她在准备吃早餐 现在只有她还能有鱼肉吃 应该退出的可能性不大 要不然也没必要在这里吃早餐了 直接回去吃大餐更好 阿婆桑尼在庇护所里说骚话 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 要哭回家哭吧 这里是猛男牛妹节目 桑尼感觉非常困难 向节目组给她一百万奖金回家 但让我没想到的是 竟然是阿斯利首先退出比赛 她站在岸边看着节目组的传道来 说自己在这里感到非常孤独和寂寞 这里是荒野独居 英文名叫Lone 本依旧是让选手承受孤独的 阿斯利在这里无法承受孤独 即使过得再好也不会赢得冠军 她的退赛让我非常意外 都说她只要不发神经想嫁人 就一定能获得冠军的 她的离开相当于把冠军送给桑尼和拉尔斯 拉尔斯起床后去检查渔网 三位选手中拉尔斯是最惨的 拉尔斯拉动水中的渔网 好像又卡底了 阿婆桑尼也来到野外 她感觉肩膀非常疼痛 这样下去不行呀 最有希望能获得冠军的选手离开了 第二名又出现身体情况 你干嘛不早说呢 拉尔斯用力拉着水中的渔网 如果渔网一直抓不到鱼 她在这里也待不了多久 但幸运的是 今天渔网里抓到了一条小鱼 这又让拉尔斯多活一天 此时阿婆已经非常沮丧 她开始对这里失去兴趣 说着说着又开始哭了起来 今天已经哭了几十次 一转眼节目组的船又出现了 阿婆选择退出比赛 我的天呀 桑尼和阿斯利都是过得比较好的选手 怎么都突然情绪就不行了呢 这不等于白白把冠军送给拉尔斯嘛 生存最好的选手拿不到冠军 反而给过的最惨的选手夺冠 时间来到第26天 拉尔斯来到野外探索 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节目组带着拉尔斯的家人来到这里 已经按耐不住大奖的兴奋了 拉尔斯一早醒来 来到岸边检查渔网 他非常希望能抓到鱼 意外的是 今天的收获非常大 还有一条大鱼 最后一天来这么多鱼是什么意思 但还来不及吃节目组就来了 拉尔斯以为会被劝退 因为自己一直处于癌 他此事是非常担心的 但惊喜很快出现 拉尔斯成功夺冠 获得了100万奖金 又是一级实力选手 说给运气选手的结局 好了本季视频到这里 点赞关注看更多荒野求生视频 他是个人的家庭 在这里的家庭有什么 一些的Haft 我是个人来坐这座 可以坐这里 如果他们过去和灯 我而身为 这座 叫